5月26日,是网向编辑部 有我,真BC 真BC是澳洲的代表,要说清楚 因为我们有一个听众 他给了一些意见,我们会接纳 我稍后会回应他 因为他说了我这个 就是我Raymond Wong 我现在就在香港 他听众说了我们有些不对 我会回应他 还有我们加拿大代表 加燦生 大家好 今天只有我们三人 小序 小序 社长,问你个问题 有没有带浙头的东西回香港 没有,我要在香港买 为什么 带回去便宜 整支带回去 因为上不了飞机 如果你带大支东西 那就不够马逢角那麽大支东西 要把议员去护法 这个人 他是议员 要说法律 他是立法会议员 保持这个立法会 立法会是立头的立法 他不像其他人 他不像其他人 他是商品说明条例 他恐怕会犯商品说明条例 他就要 所以他就要 把他稀疏的头发 仍然都要保持 所以就要戴这个浙头 告诉别人 我还是可以立法的 立法 他是在隐瞒真相 隐瞒 他是尝试隐瞒 他光头的 唾头的真相 不是光头 他不是光头 他唾头的真相 所以他是梳了一个 我不知道中文叫什麽 但英文名字 就叫做Comb Over的发型 就好像 这个阿森一族里面 那个Homer Simpson 那个头 Homer Simpson 他就有几条毛毛 就由一边 梳过去另外一边 他这个是 很多光头的人 就是开始唾头的人 会做的 就是他在欺骗着 自己 他认为 把他一边的头发 梳去另外一边 就会令人感觉到 他不是光头的 嗯 明白 当然他是 他没有违反 商品及说明条例 但是 这条陷家联 就是 真是 想用特权去护发 就是 跟长毛一样 长毛坐牢的时候 他都想用法例 护着他头发 那是建制泛民 互相辉映 是啊 建制泛民 都很喜欢这个护发 当然 头发是比政治立场重要的 那 我们上一次 要教授一下 是啊 重严卿 抗拒重严卿 他都用三千元去做三千凡老师 那 每条头发 根据家产生的严格计算 就是每条头发 整一整都要一皮 不是一元 不是一皮 是啊 一元 那就是二千分 二万分之一 民间ICAC 一元是等于二万分之一 民间ICAC 但是我们的方向ICAC 已经成立了 上一集我们已经说过 我们已经收到第一个投诉了 不过我之前那几次会说的 那我们还会分几集来说 其实这个民间ICAC 是令到我们 就是这个方向ICAC 是提供到一些节目的资讯给我们 那我们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是不会调查的 因为其实我们这个是没有调查的能耐的 说真的 就是我们会调查 但是呢 我们是不会像ICAC那么严谨去调查 因为我们是 随后说挡臂级的 你没有两皮东西了 当然调查不到 那就是了 维持成本嘛 要持续可发展嘛 跟这个中国领导人说 我们要持续可发展 也是老消心 从营商心法 我说笑而已 其实我也会尝试去 去确认一下收到的资讯 是否正确的 但是你说是否很严谨呢 可以根据这个 可以告得入一个人呢 其实没有可能 我们也不会满用这个司法制度 不过我们会把一些事实说出来 我们宁愿别人告我们 就是这么说 哇 你这么说 马逢角 他这条 他当然是没有头发的 不 其实他有头发 但是他上面的顶已经开始光了 其实他应该去即发 哦 那也行 即发就比较贵 老实说 哦 不是哦 但是那些立法会议员呢 就是 人工有这么高 他们是可以 就是 用这个 即发这样的方法 去令到他们的头发 又多了 哦 还可以出公诉 是吧 啊 我是为了这个立法会形象 要明不 不可以明不扶实 那就可以找一笔了 哦 哦 这样 立法会嘛 老实说 这位阿哥呢 其实都 那个样子就不讨好的 真心地说 那其实呢 我们以前也说过了 就是 有这个 没有头发的话 就是 就是 建制派 是没有头发才能选到的 但是如果 没有头发的 号称叫非建制派 基本上是不能选到的 就像这个阿达 和这个阿根叔 陈文根 陈文根 陈文根也是 他是有这个 几条毛毛 由一边扮过去另外一边的 哦 真的 他都是 接受不了自己 离头的现实 那是一个自欺欺人的做法 当然 这个COME OVER 就是 那些人是很 很惨的 如果大风的时候 他分分钟 那些头发就会 吹到一边了 不过不要紧 就是 建议他 他们和这个 郭榮 X議員 谈一下 因为 郭榮X議員 之前 头顶 又开始光 但是 如果你留意 他最近 新近的照片 他的头发 是浓密多了很多 浓密了 所以 现在 有人怀疑 他有去直发 或者 即发 那 建议 马逢 国议员 去问一下同事 有什么 发布 那 其实 是不是 马逢 国议员 他 他决定去走直选 所以 那么紧张 他的头发 不是 因为 我觉得他怕大风 坐飞机 现在的飞机 你上飞机 未必可以 就是有那个 air bridge 可以这样上飞机 有时候 搭巴士 要上楼梯 那他就为了 保持这个立法会 的形象 因为大风 吹开头 吹到头发 乱了 那就不太好 有损 这个立法会的形象 所以他坚决 就是要 运用这个立法会议员的特权 就带一支 大胶 相机 就是 确保自己的形象 对的 你不说 我开始以为他 想着瞒着老婆去滚 所以他特意用 用这支胶 去隐瞒他 其实那支胶 不是给头发用的 胶 我提出了这个问题 我看到有些网友回复我们的帖子 他们也是这样说的 可能他也是用来这样用的 是瞒着老婆 其实他是出国滚 我去北京 他可能是天上人间 可能是天上人间 天上人间没有了 不过当然有很多 类似的 我们不知道 他们这些建制那么好 是吧 不过我们也公道的 我们这个节目都是保持持平的原则 虽然有时候会说两句粗口 但是我们尽量保持持平 那马尔园呢 就这个攜带 这个 发型 遮理登基事件 他是有回应的 哦 是啊 他24号的时候 就是两天前 已经有一个专门的回应 那 其实他又出了一封信 那现在他放了上Facebook 那我就读一读 好吗 他说 就今天5月24日 有传媒报道 我 就是马逢国 我说我就是马逢国 早前乘搭飞机时 被指控向机场保安人员施压 将不合安检规定的物品攜带一事 特此作出澄清 一前 21日 我登基前往北京时 在进行安检的过程中 机场保安人员指我所携带的 发型遮理 违反保安规定 由于根据我过去一直所理解 乘客可携带不超过 100毫升的液体或凝胶登基 而我当日所携带的发型遮理 指剩余小量 估计不足20毫升 故认为符合 这个安检规定可以携带相机 因此 当保安人员表示 所携带的发型遮理 并不符合安检规定 与我的理解相为 谁与保安人员理论 这个安检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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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超过100毫升 不是液体的容量 而是容器的容积 不能超过100毫升 你通常都是买50毫升 旅行装 带上飞机 这个人很少坐飞机 不要紧 所以他的理解是错的 建制派的人 理解能力有问题 都不是第一天的 这个人是傻子 不要紧 不过就是第二段 在与现场与保安职员讨论期间 他的中文那么差 我评论 不要紧 我认为前线职员未能清楚解释有关规定 故要求一位高级的职员解释事件 这个人都这么扑街 他自己理解错误 又叫人解释 有没有弄错 就好像在我们的YouTube下面留言那些含家灵 我都没有听我们的节目说什么 自己理解能力有问题 他就是看题目 就是看题目 最搞笑的是 有位听众说 这个马来近是不是新移民 真好笑 你听马来近的口音就知道他不是新移民 傻子吗 其实他就以为马来近是社长 所以就以为社长说的广东话不是马来西亚 口音广东话 其实那些人就没有听节目的 就冤枉了 而且是乱说的 跟这个马逢国一样 都是生眼地吐下去 不是啊 这种行为有一个解释 这种行为 这种行为叫沟流流食地球 这些糟糕 留言那些糟糕 沟流食地球那些 你再留言我也是这样说你们的 是 因为我们现在连 屌你老母四个字都难得打 不是说笑的 这个绝对是 不好意思 刚才我有点风声 可能我笑得太大声 不要紧 他现在就解释一下 他在与职员讨论期间 另一位职员介入 表示自己是现场最高级的职员 故我回应说 机管局最高级是林天福 我要强调我当时提到林天福的名字 回应该名职员说自己是最高级职员 绝不是要求与林天福见面 这个人是不是傻的 这个是马逢国 他就说自己绝无意向保安人员施加压力 他都傻的这条头 这个是马逢国 人家做安检的人 根本就不是机管局的人 屌你老母 这个死人光头戒 还要说个烂 海关的嘛 这个comover 那些外判了出去的嘛 那些security那些 不是机管局的人 总之是狼狗狗 他有道歉的 不过算吧 他接着那一段就说道歉的 他不是说为难 那个保安人员 不过他是狼狗 就是他这个 体育演艺文化和出版界 这条混蛋 都不知道有多少票 嗯 他零票当选的 好像零票的 全孙 我印象中好像真的零票 是吗 是吗 那就抵掉啦 零票议员 就是他 零票的就做议员 还要这么没常识 这样就可以做立法会议员 怪不得啊 姚重严都想做啦 三千互发 一个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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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欺压保安去互发 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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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咯 这次正常就 Mah justement 就是 他们会携 抵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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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抵迍 是呀,你老母 真的不想说粗口,不过我看到人太生气了 因为我看到现在这个消息就是看到人家搞到 搞到人家没了份工 就是因为他 是啊,他就是为了拒头搞到人家没了份工 你说这个互法会都是充满奇霸 现在又有当时建制派互法第一人 就是这个叶刘淑仪 叶刘淑仪就是 互法第一人 23条 不是,他说他连自己的发型都捍卫不了 那怎么捍卫香港的保安 他那时候被人叫他做掃把头 那现在他入立法会就转了个发型 那其实他的发型已经放弃了捍卫 那又有一个继承人,这个马逢角 他老母,真是 香港人真是悲哀啦 民主派又互法 这个建制派又互法 香港其实只有互法会了 真是悲哀 那这一节就粗口多了一点点 不好意思,不过这个刀头是要吊咬他 因为他不认识 是白认识 所以一定要用粗口吊 还要吊得特别大声 那这一节时间差不多了 吊咬了是吧 可以,吊咬了,下一节再吊其他人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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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